高雄骑京区一处明宅 在今天早上发生了火警 造成屋内一对老夫妻 一死一命为 其中丈夫长期卧病在床 她被发现时已经成了胶尸 而妻子则是在卧室厕所里被发现 意识不清 紧急送一抢救 消防人员出判 起火点疑似就在一楼的卧室内 详细的起火原因还在理清 明宅传出火警 黑烟不断从二三楼瓢喘出雷 附近邻居吓坏 赶紧报警 没多久警消到场 不随限灌旧 现场浓烟密布 屋外墙面也被烧得焦黑 消防出动十四车四三人 挺进屋内搜救 家具和雜物已经起火燃烧 房间内更发现一名男性嚼尸 我那时候从一楼一直冒烟出来 我就拿着面火机进去 门都锁起来了 都反锁了 后来我就把门踹进去 你头前来地 就像那些东西烧起来 一直烦到我身上 这起注农意外 发生在十四号早上八点多 高雄骑进去中座三路 这处二楼扎盖 偷添名宅 尽管不到半小时 火势就已扑灭 但良性男屋主 在一楼左边卧室的床上 被发现时明显死亡 他的妻子则是躲在厕所 意识不清 被救出后紧急送离抢救 目前起火点是在卧室里面 床那边是烧损的比较严重 还是要由我们的火雕人员 去做初步的调查 七瓶左右吧 不然阿姊祖边很辛苦 你照顾 附近您据说 这对老夫妻丈夫长期误病在床 妻子有失智症状 平常有同住的女儿照顾 而起火当下 女儿在上班逃过一劫 但其他家属接获消息 火速赶来关心 当然他如果卧病在床 就是在移动上 他的能力就受限 火山民宅 造成一死一命为 详细的起火原因 就等火调小组进一步调查理清 借万亚讲修高雄报道